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又给卡了 白宫推迟了华为许可证的批准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白宫决定推迟美国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重新业务的许可证的审批工作 原因是因为中国方面停止了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 报道说上周罗斯已经表示了他收到了50份的请求 但尚未做出批准的决定 目前华为仍然在美国黑名单上 这意味着美国企业需要特殊的许可 才能够向华为来提供商品 川普发推来发布政策白宫陷入了混乱 彭博社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表示说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反对川普对3000亿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的举动 他认为应该等到已经生效的25%的关税充分发酵 对中国经济影响浮现之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动作 但是他的提议没有被川普接受 现在贸易办公室的员工们正在手忙搅乱的争取在9月1号之前 确定征税的清单以及具体的措施 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员工们表示 由于总统总是通过推特来发布政策 很多细节语言不详造成了混乱 比如说他们不清楚所谓的9月1号的开始征收时间点 是针对9月1号离港的商品还是9月1号到港的商品 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可能长达一个月之多 再比如说他们不清楚是否要依循以往的惯例 针对征收商品的名单对公众来进行征询意见 并开启豁免的申请渠道 以及如果这样做的话 是否可以赶在征税的其实日之间准备就绪 香港示威冲击澳门的博彩业 随着香港抗争运动的逐步的升级 对澳门的博彩业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根据苹果日报引述路透社今天的报道说 香港示威行动的持续发展打击了澳门的博彩以及旅游业 7月份澳门博彩业的收入按年下跌了3.5% 澳门旅游局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有三分之一的到访澳门的游客都会通过香港的船只 或者通过港珠澳大桥进入澳门 一间度假村的执行总裁就表示说 由于香港的罢工导致了过百的航班被取消 加上游客赴港的意愿在下降澳门的高级商业活动 也直接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随着香港的示威已经蔓延 已经间接的影响到了一些交通的网络 另外美国和澳洲等一些国家已经提升了对香港的旅游警示 澳门的赌场高层和分析专家就表示说 未来的数周澳门的博彩业的收入仍然将受到香港示威的影响 随着中国游客的取消行程 博彩业很难挽回下跌的趋势 另外报道说澳门旅游局也建议旅行团 可以选择澳门与临近的珠海作为旅程的首站 习近平破切是凑齐误判导致了货币战的爆发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引述安德烈的文章表示 文章称美中贸易战是一系列误判的后果 从最初的几百亿的惩罚性的关税 打到了现在所有的中国书美的商品 极有可能被川普都会来征收关税 很难说习近平没有误判 但是现在北京是出了更危险的一招 就是让人民币破期 分析指出这是预备打货币战 甚至引发金融战的危险招数 安德烈的文章还表示说历史没有如果 如果习近平履行了2018年12月1号的川习会的承诺 不在5月份的时候毁急 就不会发生川普对2000亿美国征收商品的25%的关税 如果习近平履行了2019年6月在大阪举行的川习会的承诺的话 那么川普就不会宣布对全部的中国商品 从9月1号起征收10%的关税 另外文章还说 川普穷追猛打习近平 竟面临着全面的对抗 中方宣布呢 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针对川普的农业票仓来进行猛攻 显然中国的反应显示出了 对谈判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当然中国对川普的败选仍然是抱有希望的 不是专门的押保在大豆的战略上 而是封锁川普的票仓 报道指出 大豆的期货价格已经下跌了四分之一 美国农业部估计 近一半的美国农民已经陷入了亏损的状态 文章还说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发生了让全球股市都大震荡的事情 那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破七 安德烈说 让人民币的汇率破七来启动贸易战 这是一个非常绝的招数 但是这样的招数也非常的危险 效果非常的强烈 华尔街股市就狂跌 也导致了世界股市的狂跌 人民币的汇率破七 会使得川普对中国的关税的效果顿减10% 就在头一天 纽约时报就分析指出说 官方将不得不灭临让汇率下跌过快的风险 这会在中国引发恐慌 也导致资金的外流 看来北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文章还说 人民币破七以及中国央行发表的相关谈话 终于给川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使得他把竞选时 要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承诺确实的落实了 美国财政部以从未有过的快速的速度来宣布 中国被列入了货币操纵国 现在中美两国世界经济都已经承受了这场贸易战越来越多的恶果 另外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就说 该报表示担心说货币战如果全面的爆发 那么最后会使得欧洲也受到影响 更大的担心就在于货币战会转化为金融战 那么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 报道还说 经济状况明显恶化的中国打贸易战的本钱又在哪呢 文章认为 习近平指望拖到川普下台之后 与他的接任者来进行谈判 谈出一个中方认为比较合适的协议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一则很难保证中方的策略会奏效 第二则就是硬碰硬的效果将付出更大的 或者说更恐怖的代价 报道还说 即便是川普不能够连任 那么他还有整整一年半的任期 中国与川普要硬碰到底 川普又岂能罢休呢 文章说川普本来他不算是一个鹰派 他主要关心的是打赢贸易战 如果中方能够给他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协议 他很可能就能够满足所有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 让川普在贸易战当中赢一把 其实也算是比较合算的 文章还说 即使不考虑到川普的后续反击 分析师指出呢 货币贬值的潜在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理论上讲人民币贬值了 中国的出口商品就更具备竞争力了 可以部分的来弥补中国在贸易战当中所亏缺的损失 但是呢 由于中国外债的这个增速是比较快的 所以2017年增长了20% 而2018年增长了12% 中国的这个债务率上升的速度也是全球第一的 报道称根据国际机构的研究说 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大大的低估了 外债的水平 总的外债数量可能在三万亿到三万五千亿美元 比官方公布的要高出一万多亿美元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到六月份 大约是三万一千亿 因此人民币每贬值一点 这些美元的外债的成本就会增加一点 中国企业承受的负担也会相应的增加 一旦突破了临界点就会引发一些违约潮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打击 专家指出 债务率的上升速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决定性的因素 文章还说另外一个危险就是 如果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将不断贬值的预期 就会产生资金外套的压力 2015年到2016年 由于市场普遍的预期 人民币贬值引发了一波资金外流的潮 那么中国政府后来也是动用了一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 来稳住了人民币的汇率 有分析师就指出 习近平不待考虑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否则贸易战就不会打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了 文章说习近平相信与大豆卖不出去 就怪怨川普的美国农民的这种政策相比呢 中国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那么食品人士胡少江也分析认为 造成习近平误判的根源就在于体制内的这种舆论 一律在党内 怀疑习近平对于美国的战略已经成为了是否能够维护习核心的重要的政治问题 报道说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以及所谓的智囊只说领袖愿意听的话 到处宣传贸易战美方损失的更大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决定了中国对贸易战有巨大的承受能力 让高层陶醉在一个自我营造的幻觉当中 美国防长蒙古寻求稀土资源来抵御中国的制裁 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蒙古国谴责中国试图把触角伸到世界各地 建议美国必须有能力和中国来竞争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 星期四的时候 埃斯帕成为了2014年以来第一次前往蒙古国的美国国防部长 他在这一次的乌兰巴托之旅当中表示将寻求美国和蒙古国之间强有力的一些合作方式 埃斯帕此行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联合蒙古国来制衡中国 报道称中国在2013年就正式开启了一在联通亚洲欧洲非洲的一带一路的计划 很快美国就宣布中国这一计划有利用沿线的穷国之弦 是其债台高中 埃斯帕本次的造访蒙古国期间就表示说 需要提高警惕 中国试图在很多地方来扎根立足 试图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他建议必须有能力和中国来进行竞争 报道说由于对于美国来说除了被中俄两国夹在中间的地理位置 蒙古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丰富的自然的资源 尤其是稀土矿的资源在抗衡中国的需求上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已知的蒙古国坐拥的高精尖的产品 所需要的17种稀土 在智能手机等一些离子屏幕 还有电能的汽车 乃至于武器装备等领域 都有着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报道说中国最大的稀土的出口国 也是目前最大的稀土经加工的国家 美国在这一领域需要依赖中国的供给 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中国威胁要切断对美国的稀土的供应 这让美国要寻求新的稀土供应 以及精加工地 事实上 稀土的精加工过程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愿意承担这样的环境的风险 塞丰程序 祝你不用翻墙 也能看到境外的新闻 美国著名的科技安全媒体夏华线 今天就发布文章表示说 已经在技术上实践了成功的突破防火墙 未来中国的读者不用翻墙 也能够看到该媒体所报道的国际新闻 文章写道 自六月份以来 中国国家的政府呢 已经明显的禁止了他们的网站 以及其他的几家媒体机构的网站 但是今天很高兴的宣布了一项解决方案 方案将允许中国人绕过限制来访问完整的网站 文章还写道 他们与位于加拿大的反审查组织赛峰合作 推出了一款适用于安卓和Windows设备的自定义的应用程序 可以绕过中国所谓的防火墙 并且允许读者再一次的访问网站 然而据文章介绍说 该应用程序目前还不适用于中国的系统 因为苹果已经将从其应用系统当中给删除了 称其违反了当地的法律法规 文章介绍说 如果用户希望获得该应用程序的话 只需要发送一个空白的电子邮件 到一个指定的信箱 随后他们将收到来自赛峰的自动回复 其中就包含着下载的链接 报道说 赛峰应用程序将对网络传输的所有数据进行加密 并且使用代理技术来防止审查 在安全的服务器网络之间来传输流量 该应用程序不会记录任何个人识别的信息 另外报道说 赛峰的发言人也表示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面临着世界上最普遍和技术最先进的在线诊查 赛峰在为开放互联网网络提供更加强大更加可靠的访问途径 报道说通过工具和技术来支持全球数百万人自由的获取信息的权利 报道还称今年6月在天盟广场大屠杀30周年之际 下话线网站被封锁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意义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 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与戒装记 点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一半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微信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看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 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 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好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中美贸易战已经在最近几天开始升级了 那么这一对于中国已经放缓的经济结构的威胁也是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民营企业来跟他的客户一起来复苏经济 来为劳动者提供收入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许多中国民营企业都在面临着非常切实的现金短缺的问题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 中国金融系统当中目前正在流通着约2000亿美元的欠条 这个所谓的欠条就是商业汇票的一种叫做商业成对汇票 而在当下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现金短缺的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不愿意把钱再借给民营企业 他们认为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偿还能力会更加可靠 而随着监管机构近年以来打击所谓的影子银行的非正常规的一些贷款业务 那么其他的资金来源就已经可以说是枯竭了 所以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就开始给他们的供应商开欠条 有的供应商转过身来又将这些欠条支付给了其他的供应商 而有的公司呢甚至是用较低的价格 就是低于面值的价格来出售这些欠条 那么中国的企业对现金的渴求程度就可见一半 而商业成对汇票它不是一种法定的货币 只是一种承诺未来支付的一种票据 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政府的一些数据显示 截至到2019年的2月 中国企业今年已经开出了高达2110亿美元的这种非正式的票据 比前一年是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如果这些欠条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进行交易 那么中国企业界的流动债务就可能会更高 而且无法追踪 而现在出现这样一个围绕着商业成对汇票的一个买卖市场 开出的票据的公司它的规模越大 知名度越高 那么人们就认为这个票据的安全性它就越大 当然在作为中国支柱性经济产业的房地产这个行业当中 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就越为的严重 报道称自2017年末以来销售一直在放缓 而这也使得开发新的项目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资金的问题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也在打击房地产公司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融资 比如说引资银行系统 而如今中国一些最大的开发商 还有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国有企业 正在使用商业的汇票的支付方式 而这种方式的频率也远远超过了使用现金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呢 目前这个开欠条最多的公司之一就是中国最大也是最有知名度的房地产企业 恒大地产报道称截至去年年底的时候 恒大已经向它的供应商开出了价值计200亿美元的欠条 恒大另外有高达1000亿美元的债务 那么这家企业似乎已经转向用商业成对汇票来帮助它支付各种的费用 另外恒大的发言人陈昭华也表示说 这种商业成对汇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他还说这种交易是双方都已经约定好了的一种正常的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式 另外中国有国有企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已经向供应商开出的欠条的总额达到了4.9亿美元 另外一家大型的地产开发商绿地控股的年度报告就显示 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绿地没有兑现的票据大约是值5.5亿美元 另外这家上海政府出资成立的公司在中国十几个城市来开发项目 而该公司的年报也显示 其2018年末没有还清的债务是2017年的10倍 那么报道来说业务涉及到从事建筑 一直到医疗保健等等众多领域的中国国有企业华润 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已经开出了相当于27亿美元的没有支付的 没有付清的票据 另外大型的房产开发商 荣盛房地产2018年使用的商业成对汇票 以及银行成对汇票的金额 这个总额较前一年更是增长了9倍 而商业成对汇票的金额增长了13倍 而荣盛在2018年欠合作伙伴 以及供应商的商业成对汇票的总额为4.6亿美元 那么对于企业不对线汇票的做法 其实对于很多小型企业来说确实就是切夫之痛 而前不久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小型的企业的负责人 拿着这个汇票去找这个开发商去兑付这个现金的时候 银行就向他表示说甲方已经把这个钱挪走了 也就是说他拿不到这个钱 那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问题 根据这样一个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个经济现象 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经济学人秦伟平先生 接下来我们把秦伟平先生的声音请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秦伟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好 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数据已经显示 企业已经拿到了2000多亿美元的商业成对汇票 那么如果这个汇票就像刚才这位小型业主一样的 对不了线的这种现象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好谢谢 那对于个案来说 如果说你是持票人拿到这个出票人的一个商业成对汇票 一般来说比如说三个月到六个月 最长的是不可能超过六个月 在那到期日你去成对的叫他们要求他们成对的时候 这个银行可能说这个出票人在那个账户里面 已经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 那这个相当于这是一个债务违约的问题 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企业没有倒闭的话 还可以通过法律图形继续去要求他支付你这样的一个债务 但是如果这家企业这个债务缠身 他已经没有办法实在想办法租转不了 他这个资金链断裂的话 这个企业可能实质上已经破产了 那地于这个债权人来说 可能就是意味着这笔钱可能拿不到了 是造成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损失 那刚才听您介绍还有一些数据的显示 现在中国已经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成对汇票 其实是中国整个债务危机明显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是值得大家去警惕的 如果说个案的话影响了只是个别债务债权人 如果说是大面积的爆发 然后这个商业程度汇票兑现的话 会引起市场的恐慌 当然也给很多债权人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 继而会引发一个连锁效应 甚至会冲击到整个中国的这个金融的稳定 这样子谢谢 好 齐先生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些个企业 已经开出了这么大数额的一个票据 那么中国政府来说 对于这样的现象 他有没有一些制约的机制呢 还是任其泛滥下去 好 谢谢 我认为说企业如果说在支付 他应该支付了一个货款的时候 没有给现金或者说给那个支票 而用这种商业程度汇票 一定是他自己的资金周转遇到问题 然后已经是拖过 在现实操作中已经拖了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 然后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 才给他们的一个债就是要供应商也好 或者其他的债权人也好 然后开具这种欠条式的商业程度汇票 而不是银行程度汇票 这本身来说已经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然后政府方面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认为政府是知道一些数据的 但是他们是不管不问 也没办法管 没办法问 为什么呢 因为这意味着你政府去可能就要承担很多风险 比如说另外一种形式更受欢迎的银行程度汇票 银行程度汇票 这个持票人拿了这个钱 那个票到期日银行就会对的 然后如果说出票人 比如说地产公司 然后没有办法给钱 银行是要输地产公司的利息 然后债权 债务关系转化为银行和出票人 比如说这个地产公司之间那个关系的 然后持票人还是利益是有保障的 但是整个现实操作中里面 中国现在这个 所有的商业程度汇票越来越比例越高 说明就是政府 他不太管这件事了 而且没办法管 因为这个债务危机是个连锁式的反应 不光是民营企业 可能现在民营企业 因为债务情况恶化 随着经济的恶化 它越来越多 那其实最早的出具这个商业程度汇票 更多的是这个 比如说地方政府 或者他们的地方政府的下面 什么融资平台 或者说是央企 所谓的央企 或者地方政府掌控的国企 他们这种最多 相对来说 在经济情况不那么恶化的时候 这些程度汇票是可以对的 可以有效的缓解 这些出票企业的资金链 紧张这个局面 比如说六个月有个过渡期 他六个月可能会扯东墙补西墙 然后借了钱去 可以还这个钱这样子 但是这个就像悬在他们这些企业头上的达默克里斯之间 他们这个债务状况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只是说把这个时间往后推 换句话说把那个危机往后推 那大面积的爆发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 那知道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债务状况 全社会的总体的负债已经超过300万亿 在2018年底的话可能已经突破300万亿 之前是250万亿 你超过GDP的300%还多 那其中大概80%就是这些地方支付和国有企业的负债 然后还有20%可能左右是民企啊 或者说私人的这种债务 那已经是非常明显和恶化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不知道这个全面爆发是什么时候 就您刚才提的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恒大地产来算 他一家公司负债就上千亿美元 然后他开具的这个成对汇票200亿美元 我可以在这里讲一句 鼠上拿的这个恒大公司开具的这个商业成对汇票 将来你是那个收不到钱的风险非常大 因为他们违约的风险很大 大家知道这个恒大最近有几笔动作 向市场发行大概有30亿美金的这个债券 然后给的那个利息是非常之高 年利息大概在10%左右 就是他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这么高的债券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接到低成本的钱了 而且出10% 大家知道这个收益率非常之高 所以可以看到他那个资金链多么多么紧张 他现在开具200亿 甚至现在因为都是在半年前的数据了 现在可能这个开具的会更高 那换句话说 他的危机会越大 随着时间的利息一爆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中国政府无能为力 我认为他无能为力 因为这个你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花很多钱 要么你就让银行银行继续给他们钱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其实一失去竞争力的 失去自己的造血功能 借更多的钱只会让这个债务危机会继续传导 甚至引发未来可能会爆发的这个金融危机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 就是这种监管没有办法 而且对于债权人来说 可能这个风险都要最终自己去承受和消化 尽可能早一点做好准备吧 不要到时候到期的时候收不到钱就 就卸菜了这样子 谢谢 好非常感谢秦远比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秦先生 好今天节目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我们下一期的明镜焦点再见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